周四,国家统计局正式公布31个省份上半年国民生产总值数据,重庆以11%的增速居首,而进入经济调整期的河北、山西以及东北三省则包揽了增速排名的最后五位。 其中,辽宁上半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速仅为2.6%,排名电比,黑龙江5.1%排名倒数第三,吉林6.1%倒数第四。 而从最新的经济运行情况看,东北地区工业增加值四月份同比下降4.2%,五月份同比下降4.6%,下降幅度还在持续扩大。 显然,东北经济增长放缓正在成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中的新难题。 此外,在先出炉的这份数据中,国民生产总值排名第二的江苏与占据第一经济大省位置20多年的广东相比,差距仅为600亿,其能否在明年实现超越,成为经济界内饶有兴趣的话题。 有分析文章指出,江苏在发展均衡方面优于广东,都市圈的内部合作方面,长三角也胜过珠三角,但更多依赖外资的发展模式值得警惕,而广东服务业和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也值得江苏借鉴。 由于2015年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,各项经济数据也就格外引人关注,在国家设置的20多个主要指标中,经济、就业、服务业、环保、节能等多为提前和超额完成进度,但科研投入城乡居民收入等却未能达标。 而根据十八大要求,2020年城乡居民实际收入比2010年翻番,这显然也将对一个多月后亮相的十三五规划建议,有着更高的要求和期待。